Youtube 嗨大家早我是陶樂斯 我現在呢 人在金針旁邊的停車場 整排都是那個露營車 因為呢 今天就是歐山衝浪季的第一天賽事 其實從前幾天開始就很多選手會提早來 熟悉一下這邊的海況 然後等下六點到六點半是選手簡陋的時間 我們來去看一下今天的賽程表 非常多的組別喔 好 然後呢遇到我們最可愛的小朋友選手 哈囉 請問你叫什麼名字呢 Jaime Jaime喔 你是哪一組的 這裡 喔 河絕米嗎 那你現在幾歲了呀 11歲 11歲是國小喔 5年級 什麼時候以前開始衝浪的啊 2年前 1年前 1、2年前喔 那你看一下今天的海啊 你有覺得很可怕嗎還是還好 很開心啊 很開心嗎 為什麼為什麼 你覺得這浪很棒嗎 對 喔 很棒嗎 真的喔 你不會覺得那個白花很大片很可怕喔 不會 不會喔 那就祝你等一下可以順利進擊喔 好 那我們問一下你的二哥哥好不好 請問你叫什麼名字呢 我叫我絕語 好 絕語在哪裡 我上次總指所以 就是去年 第二名 第二名 當總指可以少下一回合的心情是什麼 呃 就是CTSA之前 才開始衝 這才幾個月而已耶 然後他今天就下個比賽 哇 你們三兄弟很厲害喔 哈哈 就想要把一二三名都抱回家對不對 對 那就祝你們今天可以衝到好浪囉 謝謝 那接下來換我們的大哥哥 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Jack Jack 大哥哥現在幾歲了 現在14歲 14歲 所以國中二年級 嗯 已經衝浪衝多久了 快要兩年 從一開始接觸衝浪就是加入國際的培訓營 還是在那之前自己就開始衝了 呃 衝大概半年 然後就加入了 對 這麼小小年紀就開始當衝浪的培訓選手 心情是什麼 比賽的時候還是會比較緊張一點 會比較緊張 很多的期待是嗎 嗯 那你比起你的同學們可能放假都去打籃球什麼的 然後你都跑來衝浪 那會不會覺得跟同學們玩的東西都不太一樣 呃還好 但是有的時候還是會想去跟他們出去 嗯 出去玩 好 那就祝你們今天可以三兄弟都順利的晉級喔 好 謝謝 好 我們準備來去選手撿路吧 我們來看看選手裡有什麼呢 有撿章 然後剛剛的餐券 他說先拿200塊 明天還有另外100塊 然後還有一件T恤 還有一個帽子 原來歐山叫 Our Ocean Oasis 是這樣唸嗎 然後還有什麼 這檳榔蠟真的是很多比賽或什麼都會上的 欸還有口罩 太貼心了吧 他給好多喔 好多口罩 好多口罩 好像是那個禮物帶的那種驚喜包 欸每一場比賽都這麼多禮物嗎 不一定 可是我真的覺得欸 他這報名費2000塊付這麼多禮物 其實蠻好的欸 對啊 因為這些好像帽子衣服什麼加一加 我初估應該 有個1000塊嗎 我也不曉得 好緊張喔 雖然說我的HIT是下午 但是早上撿路的時候莫名其妙 你看我現在手在抖 因為今天的浪實在是太可怕了 呃呃呃哭 好酷 好 藍色在陰帶齁 藍色在陶樂室 趕快站起來 好 我覺得他在的地方 OK 可以 就是一個比較 又小又可愛 那你在裡面可以找到一些好一點的浪 我們英文講叫reform 他是能量還在 但是他遇到地形的時候 他就慢慢會再拉起來 看一下 好 這個陶樂室在裡面抓到比較小一點的浪 take off 好 他應該會成為這個 我們目前突破僵局 第一個拿到分數的選手 對 哇 後面的外面浪 其實浪很大喔 哇 剛剛那15分鐘真的是我 衝浪史上 覺得 最漫長的15分鐘 坦白說 其實從上週的預報出來 我就一直很害怕 我覺得這樣子的預報 我很有可能考慮棄賽 老實說 後來我想說 好吧 總是要有人生第一次的這樣的經驗 從下水前啊 我就在猶豫 我到底要從這邊下水 但是因為他這邊 現在short break很大 然後還是我要猶豫 從那個主舞台那個 左邊樓梯這樣下去 結果呢好死不死 有時候運氣壞就是這樣 我要下水前 那個suit一直進來 然後都是拉 然後快一人short break 我就撒在那邊 然後一下要下去 然後又退後 我同組別的另外三個選手 已經 從主舞台這邊 已經滑出去喔 然後我想怎麼辦怎麼辦 結果後來我就聽到遠方有人大喊 套勒斯上來 然後看到是珍珍 然後我都要哭了 他就說叫我上來從那邊下 我走回主舞台要下去的時候 已經五四三二一八 所以我等於是 我的hit已經比賽開始 我才剛開始要往外滑 我想說 嘻啊嘻啊 現在不到另外三個已經衝了幾道浪 然後我就在滑出去的路上想說 好像剩沒什麼時間了 我是不是先衝個浪滑好了 我至少破個蛋 結果 我這樣衝完之後 依稀聽到廣播 我好像是 第一個先拿到分數 我嚇一跳想說 發生什麼事了 對然後後來才知道 他們另外三個在 比較南邊那邊 好像那時候都一直沒有下浪這樣 後來我上岸的時候 然後珍珍就跟我說 如果我再衝第二道 搞不好兩道加起來 會有機會晉級 我說算了吧 我只想要我自己平安的下水 平安的上岸 這樣就好 然後也很意外的 衝了一道破蛋 我覺得我滿足了 可以了可以了 因為我剛剛是大概一點多的賽事足別 所以我午餐沒有吃太多 然後很怕花水的時候會很想吐 因為你知道一直趴在浪板上 所以我現在非常非常的餓 所以我決定 帶大家去檀圍那邊 我們早上簡陸的時候 不是有領餐卷嗎 對我現在可以去換一些食物來吃 餓死我了 Let's go 哇 哇 好多攤位喔 好啦 那我要趕快去覓食囉 掰掰 今天呢 是我們這個O3衝浪季的第二天 那邊呢 就除了有大螢幕轉播比賽之外啊 旁邊的舞台還有DJ的表演喔 我們先來看看我們主舞台這邊 非常多的人在幫他們的選手加油打氣喔 我們來一起去看看 哇 take off 再一個top turn 哇 是有動作的喔 再回來浪頭 哇 他自己也知道他衝到一蹴不錯的浪了 我們珍珍水車出體驗 他比賽已經結束 然後在那邊秀貝太大 然後因為又不能回到主舞台那邊影響下一組 所以水車把它繞從最奧賽一大圈 然後再從小魚港進來 要坐筆錄是嗎 問一下哪裡有沒有不舒服的啊 這是救護隊的SOP嗎 對 喔原來如此 沒撞到什麼都沒撞到 沒有沒有沒有 差一點就撞到而已 還好 沒有撞到之前 好 好 對 水車出體驗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很快超快 因為他追的那個浪 要在那個浪前面 我超快的 你逆轉勝耶 你逆轉 我們上面來都比你緊張 我知道 你第二道成績比第一高還高 喔 YES 好爽喔 好逆轉耶 哇 很棒的一個take off喔 再一個car band 好 回到浪底喔 所以他很有耐心喔 重心放很低很好 因為風很大 非常好 再放低他的重心 順著白花下來 哇 我們先看一下Refay 剛剛這是Jack 哇 兩個tap都非常的漂亮 而且你看這個喔 老師白花 時間還有12分50秒 12分50秒 12分50秒 成績接在總計中 哇 快的一個tap上去 再一個 哇這個非常的難度 哇 哇成功了 尤家綺有hold住 有下來喔 控制出來了齁 好 很有耐心黏著白花 好 再一個 回到白花 但是後面的浪好像沒有那麼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好 他的 後腳已經稍微往後煞車踩了 板子 往浪面的方向收 以便於他 剛剛可以馬上直接走到前面 Handfire 齁 那在從白花出來之後 這邊板子又稍微煞車一下 這是很細微的動作齁 有興趣的朋友 趕快做一下功課 筆記寫一下 這邊又點到一下板頭齁 那很有耐心的 他發現前面沒有浪頭了 就往後 呃前面沒有浪面 再往回拉齁 繼續找他的 可以做動作的浪面 有十一分鐘 好 抵抗 這道看起來 後面比較軟 喔 好 兩個咖啡 等待 等待後面然後拉起來 一個速度以後 再做一個咖啡 沒有了 好 四點還有三點 我們先看一下韓忠麟 他下了一道浪 直接一個5加10 很漂亮的位置 然後再一次往上減速5以後 來5加10 兩次的5加10 這道浪分數應該非常的高 然後還有浪幣繼續走 一個drop knee 減速以後再上去 重新reset 再一個5嗎 對 再一個5 有沒有下來呢 有退回來 繼續接 好 最後這個5應該是沒有成功 但是前面有兩個5加10 好 replay我們來看一下 游家棋這道浪 哇 完全完全上到白花下來 reentry下來之後 後面的浪面乾淨 有沒有辦法發揮 好 一個snap 回去浪頭 再一個卡貝回去 好 他也是很有耐心 比賽時間到了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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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 Woo 那 Woo YAAA Woo Woo 亞軍 就是我們 Perfect 湯宇 冠軍就是換了 湯宇 洋 好 OK 完畔藍師族 電軍就是我們的杜諾雅 季軍就是我們的潘海星 雅軍就是我們的韓宗麟 最後是我們的冠軍 邀佳齊 好 這邊歡迎我們的 電海翁幫 電海翁幫 電海翁幫這次包辦了 這麼多的獎項 該項是什麼 電海翁幫你 Challin Challin 就對了 Yoohoo 就對了 YA 今天很開心訪問到我們這個 歐山衝浪季的主隊 嗨 淘樂師的粉絲大家好 第一次參加了這麼特別的衝浪比賽 然後想要問Joy說是為什麼會想要辦這種又很像浪人Party 然後又同時有一個比賽這樣子一個衝浪季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衝浪 那我以前是衝浪選手嘛 那因為反正後來我自己退休後我還是很熱愛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決定來投入這一塊 其實就是把我自己喜歡的東西跟想像的東西實現出來 其實這就是我在做的 對所以我們歐山的比賽其實是結合衝浪運動還有衝浪生活的元素 讓它更多元化 而且我覺得這個尺寸也蠻特別的 就是除了有分很高額獎金的挑戰組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組別就是U16的小朋友 對沒錯 而且男生女生都有耶 這應該是第一次有U16女生的組別 對 妮妮她們都是都很小 好少小還可以追這兩天這種大蠟 蠻多好像都是國劇的選手 喔對阿對阿 我們這一兩年其實就開始在培訓跟栽培 各地比較偏向的一些小朋友 是不是有一些什麼種子培訓營 有我們去年開始的暑假我們都會辦就是種子營 他們給6歲到12歲的小朋友來參加 國小而已耶 對比較有可塑性啦 喔真的要從小開始練 我們就會培養出未來的Kelly Slater嗎 沒錯沒錯台灣的Kelly Slater 真的我們需要 辦這場比賽其實也所費不支 對然後背後你自己的理念是什麼呢 確實要辦比賽花費是不少 但是我們有在就是跟政府未來要合作 對所以這部分其實未來我們是需要靠政府 還有其他贊助商去維持這樣子的一個規模 了解 今天真的很謝謝Joy 謝謝謝謝謝謝 跟我們分享對啊 敬玩的很開心 謝謝謝謝陶樂師 謝謝Joy 進步很多 進步很多 加油加油加油 謝謝 很開心看到台灣有越來越多各式各樣的比賽 然後居然還有像歐山這麼高額獎金 因為說真的衝浪圈 大家要靠衝浪可以 存活是真的不太容易 所以尤其這些選手們 他們通常都必須要再去身兼別的工作 才有辦法來支持他們喜歡這個衝浪運動 所以我覺得如果以後有越來越多比賽 最後我相信我們台灣的衝浪產業 是可以慢慢的這樣子進步 尤其我們這些未來的小朋友就很開心 就是有這樣子的團隊 然後就願意砸下這樣子的人力 然後資本 然後各式各樣去培訓這些小孩 我就覺得哇 如果大家呢 爸爸媽媽對於你們小朋友 然後去長期一些極限運動 覺得很支持的話 我就也可以來試試看衝浪 對 因為畢竟台灣四面環海 然後如果有這個機會接觸 卻沒有那個真的去試試看的話 我覺得蠻可惜的 那今天呢 就是陶樂斯參加我人生第一場 公開衝浪賽的心得 就先分享到這裡囉 那喜歡的朋友記得幫我按個讚 然後再幫我分享出去 那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任何一節喔 掰掰